歡迎到收看本年新聞 大家關心電話的大小書 這82年 本年關運動會日前萬萬結束 這次五季華山國秀 典禁的身體是非常好 在五年月路動跳彎組 包辦金白和蛋白以外 在四年月路動組 跳彎也在著金白 對這次的表現好恨表現 小朋友都把連繫的身後正常發揮 也期待小朋友繼續來努力 為自己的運動心愛 老來記囉 今天本年關運動會日前萬萬結束 這次五季華山國秀的餐禁新智 是很不錯 在五年月路主跳彎組 來包辦金白和東白 在四年月路主主跳館也拿著金白 今年比跳遠跟三項 然後跳遠第三名 然後三項的話第七名 這是比跳遠跟三項 然後我跳遠第一名 這次大高三項第四名 那你練什麼項目 跳高跟跳遠 第一 第一名 跳遠第四 這次參加比賽算秋實表現 便是四年辛苦 不過看得到這次的好表現 也感到辛苦有期待 一開始的話就是中午跟那個假日的話 會有一些時間段就會帶我們去練習 會不會覺得特別辛苦 因為辛苦的話才會讓我們有生活 那時候得獎你心意感覺怎麼樣 得獎就是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你覺得練習的過程有特別辛苦 或比較難忘了嗎 有啊 嗯 教授上 為什麼 就是我用扭道 教練 因為我們的老師 我們班導 教練教我們體育 然後我們老師就是 希望我們的功課只好可以讓我們練很精 練習的時候沒有特別印象深厚 或特別辛苦的部分 嗯 就有時候跳高的時候會 沒練起不然就跳不起來 也不然呢 想要特別感謝的人啊 教練還有 因為他教我們跳高跳 還有很多項目 教練表習 今年華森高秀在冠冠星期 順時競爭的表現 持朋友都有一種 冰濕的練習性格表現出來 也記得他們未來可以繼續加油 如果跟往年比起來的話 當然是沒有像前兩年這麼好 可是這個就是我們學校正常水準 那因為我們人數比較少 那如果每一場都有產出一兩面金牌 其實說這一次的比賽就算蠻成功的 如果能拿到獎牌就已經算蠻成功了 那如果拿到金牌的話 其實是比其他學校更不容易 期待小朋友可以冰濕著努力打拼的精神 在自己的興趣繼續進展 為自己的靈心加油 記者聽破音 掌握報導 就筛握把人結合 詳細 加部 想 互